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剛才講了 這個王金平不可以離開他的舞台 對不對 就是立法院 這事情才有繼續亢奮的理由 但是馬英九必欲去世後快 馬英九一定會用盡手段 要逼王金平離開立法院 所以現在變成是馬王 要在各種場域上相對 回到社會思維的邏輯來看這個事情 有時候也通嘛 對不對 你現在跟他爬 要先讀他的卡手 馬英九現在有什麼卡手 黃世銘啊 特徵組 我對你這些不聽話的立法委員 我開始司法爭敗 再來呢 講聽話 然後黨紀啊 我警告這些國民黨立法委員 你們不聽我的 我立委選舉的時候 我提別人來對付你 你不聽我的嗎 你再試試看啊 對不對 就是說你要認清楚 今天我還是至少當三年黨主席 你不聽我的 我就幹掉你啊 所以他最有力量是黨主席的身份 權力 他最有力量就是權力 所以我說馬英九啊 天時定義任何都缺 窮都只剩下權力 他現在沒有卡手 跟鄭大哥講的啊 就要自己出來五天開五日做會喔 對不對 他的卡手呢 你做事不用卡手嗎 他又用國家機器跟黨機器啊 他這樣就好了 他認為這樣就夠了 我覺得 利用 因為經過這一次的觀察 我自己也有一點就是體會 事情不一定像我們想的這樣 你想想看 我們本來都覺得說王金平的導航 王金平在既定就會選擇事件 這個立委可能會有兩三隻貓嗎 事情不是這樣發展 對不對 事情就是幾千人 然後十幾個立法委員 甚至於還有縣市長在那裡 本來大家在講 馬英九你講道德大旗 訴諸全民 民意有沒有站他那邊 沒有 沒有 甚至於我剛才說的很重要的就是說 民體本來拿的 他還在民政施壓 後來他就轉向了 民意還是最重要 兩天馬上轉向 兩天馬上轉向 收視率很明顯 你要去打官說 收視率就動一下下去 就發現原來人家不喜歡看這個 所以我不敢講 人家不信這個 我不敢講 馬英九應該 如果王金平他沒有拉下來 他跛腳 不只跛腳 他很可能做不了任期 這個可以看 我不敢 所以聯合報的社論 他就這樣寫 已經搞到不是王金平死 就是馬英九死吧 怎麼會搞到這種生死鬥 有時候對黨內同志 需要搞到這種程度嗎 我實在是不了解 我舉一個例子 過去李登輝怎麼鬥郝伯春 他把郝伯春 從軍方的那個 我讓你當行政院議員長 架空 架空你所有的權力 你要變成文人嘛 所以你這個君子 什麼的全部都要弄掉 你看喔 就講難聽一點了 郝伯春就真的上當 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還在念大學的時候 我在學校的時候 還特別有提 有跟老師討論過這個東西 那個老師還跟我講說 蔡彥伯你想太多了 事實證明是怎麼樣 是這樣 也就是說今天連 所謂的政治鬥爭 剛才講到 立鴻講到這個 讓人家很感慨就是說 你對同志 對 是這個樣子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對蘇貞昌 你對蔡英文 對不對 你對陳順平 怎麼沒有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會讓我們自己人 你知道嗎 會讓自己人來講的話 會讓人家覺得會心寒 你知道嗎 你們的主席都會監聽了吧 對啊 我覺得已經都監聽了 所以我跟你講 所以我覺得整體的 沒有也覺得有了 整體的氣氛 包括說人家嫁女兒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對 人家沒有人 你怎麼這樣對付 然後講到說 你對同志是這樣 所以整個大環境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馬英九 這次犯的最大的錯誤是什麼 你只想要鬥掉王金平 你沒有考慮到 周邊的效益所帶來的效果 接下來馬英九很大的挑戰 第一個馬上就面對立法院 我跟你講 第二個事情是2014年 再來是法案的審討 接下來就是2014的選舉 明年的選舉 你看縣市首長還有市議員 你看他死了多少錢 馬英九一直說他 國務黨內要不要逼公 沒有啦 他現在就要提名了嘛 現在就要提名了嘛 馬英九一直說他是什麼 遙順雨湯文武道統 叫我們念四書五經 我以嚴肅的方法 嚴肅的這個姿勢 送他一句話 不是殺人者人一之 你帶人 旁邊的人是怎樣 你點點又站好給你帶 大家也走繞繞繞了對不對 是不是 你認為國民黨的其他立法委員 大家不會怕 而且王金平有留扶比喔 他說你不要措施 全黨團結的契機 甚至葬成黨 所以我跟你講 翻崩離析喔 他把王金平打成一個悲劇英雄 這一點就知道馬英九多美 王金平說 事事如期變化莫測 這是感嘆自己處境 還是在警告誰 馬英九傷敵八百 自損三千 是他始料未及 今天晚上十一點 請收看新聞 哇哇哇